问我说海道法师我拜你做师父 我的朋友都问我你是哪一宗了 我都回答不出来 我说何必呢 大家都是成佛的 都是发菩提心的 他哪一宗你就变哪一宗 这样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跟他对立 像我以前做过基督教徒 道教徒 我蛮亲近天主教的 所以我每次去教堂 或者碰到他们是属于天主教 我会表现我天主教的这种 行为意愿跟他们说法 他们就很高兴 因为佛法是超越任何宗教 也包含任何宗教 佛教讲的是不共的空性 佛陀说你不能执着 若以色身见我 如果你执着这个形象 然后这个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那也没有空性 因为你要度众生 碰到天主教 你要变天主教 所以有一次我在机场 有一个回教徒 戴个帽子 在旁边 然后他刚好会看我 我会看他 他会讲英文 我就给他解释 我为什么不戴帽子 因为我没头发 就不需要像你们这样戴帽子 其实都一样 尊敬 所以 但是你要表达对他的关怀 你不能说 他跟我宗教信仰不一样 那再来干嘛 我就一直念很多咒 超度他身上吃掉的牛肉 各种肉 我想是不是其他宗教 反正他有吃肉 你都要负责超度他 你不能以我无关 各位你在任何地方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身上的所有罪障 我必须承受 我必须要有那个主法 这叫主法 你不能说 Oh no 我不要 你要把自己的功德 完全供养给对方 这个叫发菩提心 以后你要修自他交换 而且要称赞对方 回向给对方 那这就叫发菩提心 所以我刚刚在讲 我们念四大愿王 这个愿是属于普贤菩萨的愿 而不是一个自私的 我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要这样观想 来 无者随喜功德 那既然要随喜功德 你要知道 要师佛有什么功德 观音菩萨有什么功德 我们宏光法师有什么功德 小称佛教有什么功德 金三角大师有什么功德 我想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点优点 优点 所以这些主师大的 有什么功德 那随喜功德 不是说嘴巴讲讲 就算 哎哟 你好棒 但跟我没关系 那你就不会修行 随喜功德是 你身上的优点 我看到了 我很想得到这个功德 所以我随喜你 希望我身上有你的功德 你不发脾气 所以我要学你不发脾气 你插花很漂亮 所以我要学你插花很漂亮 你念经很好听 所以我要学你念经很好听 怎么去学 我要 忏悔口业 我要开始慢慢的修 希望我哪一天 有你的功德 那各位如果世间人的 身上的功德 你都得不到 那你说你可以得到 佛的功德 那不骗人吗 观音菩萨的功德 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弥勒菩萨的功德 我们都要全然得到 为了要得到 所以要去看它的经典 所以随喜功德完以后 而且要随喜别人的 其他宗教的都要 第六来 六者请转法轮 对 所以我随喜了 对方的功德 那我就希望 学习对方的法 如果听说有一个 如佛陀有神通 智慧的出家人 来到大起义 我靠我们三经半夜 都拍到天亮 对不对 然后跟他问两句话 得到他的加持 就像佛陀告诉我 但是你碰到佛陀 你就问什么 佛啊 我儿子大学考不上 怎么办 佛陀啊 我老公没回来怎么办 那就问这个不浪费吗 你要问佛陀啊 我如何断烦恼啊 你有神通 你看看贪嗔痴 傲慢嫉妒 我有哪个缺点啊 我有什么业障 第二个佛啊 我如何像你一样 可以快速成佛啊 我可以利益众生啊 你要问的是这个 你千万不要再问了 哪里赚钱啊 现在很多人跑来找我 师父啊 你帮我念念经 念老半天 那个房子帮我卖出去 哦 哦 这样子 我给他讲 你要得到这个啊 你要做多善事 好心就好了 当然佛教的加持力 一定可以圆满世间法 但是不要为世间法 来求佛教 如果你有真实的修行 那世间法一定圆满 就像持戒的人自然升天 有道德的人自然有世间福报 用来世可以升天 有持戒的人 具足一切满愿 具足财宝 能源好 那佛教里面讲因 你要得到那个果 不用求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但是我要讲的 秦转法人是我们佛教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要深入经账 智慧如海 你现在看地藏经 有些看不懂 看华言经 看不懂 没关系 你如果前面有在做 已经诸佛称 随习功德 然后呢 我就像佛 你念的时候 佛再给你加持 你自然会懂 这个叫开悟吧 开悟 那你就会 凭着你的 你的烦恼的减低 福报的增加 发心 你看金刚经 你看不热心经 各位都很熟 你真的可以透彻 不热心经的重点 不是讲 而是跟你的身心合为题 我在这边说 如果各位你要 听讲金说法 如果这位法师或是老师 他没有那个正量 就是说 他自己还会生气 你已经观察过他 他还会生气 他还有贪心 那你经他讲 就没加持力 你还不如自己看书 直接看佛经 跟佛陀沟通快一点 所以各位你去 听讲金说法 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要去看 这一位 讲金说法的人 他有没有实修 有没有里外如意 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他没有 但是因为 他的文字 他的中文研究的很好 偶尔听听到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要知道那个意思 然后我要来实修 但是各位你要相信 佛永远在 今天你金刚经看不懂 你在佛前 很虔诚的读诵 甚至跪的那一句话 你不懂 你就跪着 在那边念 你就会懂 那你家说 原来阿弥陀佛还活着 原来地上王菩萨 这生命叫法身常住 佛陀没有死亡 佛陀是四线肉体 化身来度我们 但是佛陀的真理 就像卫星频道一样 时时刻刻 只要你有那个心 手机打开你就接上 所以佛陀的时代 每一位阿罗汉 听佛陀开示以后 到森林里面去修行 那佛陀呢 变知一切 时时刻刻 进入他们的心 去调整 去帮助他们 他现在开始思维了 出国 恶国 引导他发菩提心 然后时时刻刻 再加持他们 不然他不叫佛陀 就像妈妈 大师之菩萨 云同章 阿弥陀佛随时都想着我们 意念了我们 加持我们 只是我们没有念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去 思维阿弥陀佛的道理 所以那也没办法 就像阳光 照到石头没有用 但是阳光照到树就有用 如果你有信心 你有精进 那你在读经典的时候 就像一个很想往生净土 而对世间的苦 有所体悟 有艳离心的人 来念阿弥陀佛 他念的会很相应 他会感受到 阿弥陀佛的存在 然后呢 阿弥陀佛更会加持他 让他能够 懂得在这个世间 利益众生 而不会污染到这个世间 叫莲花 阿弥陀佛是莲花的 所以 一而莲花来 利益众生 清净平等 所以 那各位 你要 真心的这样做 好 他念一次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藏随佛学 那这个是属于智慧的部分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我们希望 佛不要离开 佛对我们的加持 不要断掉 而且我们还要去实践 要藏随佛学 要跟着佛陀的脚步去实践 所以也就是说 各位在做什么事 都要有空性 你今天讲这句话 做这个事情 就像一个 一个做媳妇了 在他婆婆面前骂小孩 这是很不孝顺的 就像各位进来大殿 进来大殿 敢在这边骂人 敢在这边嬉笑 那你跟佛法就没缘了 甚甚是是 大殿是一个 很树木的地方 来这边是来礼佛 忏悔 不是来这边聊天 所以同样的 一个有空性的人 你在任何地方讲话 你都会兼顾到 别人的感受 而不能说 我做媳妇的人骂儿子 公公也在 婆婆也在 不给人家面子 因为你在骂小孩 破坏气氛 就等于在骂公公一样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离缘起 就是说你了解周遭的任何个事情跟我们的关系 那你才会有空性 为什么 因缘何合 没有树就没有我们 没有土地就没有我们 没有缅甸就没有我们 所以在缅甸北部 金山脚 所有的河流 花草树木 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 过去他们卖毒品 跟我们也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也是因为这样过来的 只是我们希望他们更好 而不希望在 依靠不好的 所以 但是都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这个世间是个共业 互相影响 那 所谓情转法轮呢 那各位就知道 这个法 是针对烦恼的 这个法 是针对众生的 所以 佛陀所讲的每一个法 都跟众生 以及跟烦恼 跟帮助众生 成佛 跟世界都有关系 就像 你诵地藏经 地藏经跟十方诸佛 世间的所有神明 包括苗架神 道米神 河神 都有关系 包括地域道 山土苦 都有关系 因为整部地藏经 是为了帮助 所有六道重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的 能够从归衣三宝 孝顺父母 生性因果 发菩提心的 所以你在诵地藏经 你要生起 同样的地藏王菩萨的心 所以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就可以影响整个缅甸 四方八面 各一百公里 都有地藏菩萨的价值 所以我们 情转法轮 就是希望 佛菩萨 对我们的说法 加持 永远不离开 所以一个人 正在出国 来自出发菩提心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观音菩萨在 出地的时候 听到 千光静柱如来 静柱王如来 念大悲种 然后呢 融入了 然后就从出地跳到八地 空性的菩萨 为什么可以那么快 因为他那个心 是融入一切 也融入于佛 也融入于众生 所以他念一遍大悲种 就可以超越一大声 其切的修行 我想各位 如果你想 修行要快 那就是你的执着要放下 所以我劝各位 每天再怎么忙 至少要有 一个钟头 是跟佛菩萨 加持的时间 专心的在那边念经 但是你要念经之前 就像我昨天开玩笑 有些女妻是 等一下 我要去念经 等我念完再骂你 你念经干嘛 你念经之前 本来是生气的 你念完经就吃完药 你就不会生气了 那还有用吧 等我念完那时候 执着了 执着念经有功德 好像在交差一样 在打卡 念完我去找我老公 骂一骂 那你念经干嘛 所以我们念经 打坐 做修行 甚至因为我知道 我有那个烦恼 恶业来了 我没有能力 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赶快 以这个惭愧心 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来念经 来做早课 来做晚课 各位你做早课 在那边站了一个多钟头 做晚课 在那边念了一个多钟头 下来的时候 还是 如如不动 还是那些 很讨人厌的烦恼 很讨人厌的个性 那请问你这个 这个早课晚课要干嘛 这个课 它就是你要完全的融入 大悲咒是什么意思 施小咒是什么意思 十大愿望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现在在解释 十大愿望 各位每天都在念 然后你要怎么去观修 然后真实的这样去做 那你还可以改变 所以就像我现在身体很痛 我现在身体很痛 肚子急诊 拉肚子 然后医生啊 你赶快给我打点滴 点滴打不痛了 这个叫情转法论 不离开法 不离开三宝 特别是佛法 佛法生三宝最重要 对 好